記得訂閱11點熱潮店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喜歡的影片要按讚喔 11點熱潮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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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嗆不辣不上桌 這個觀眾看電視演藝圈這麼多藝人 但都不知道藝人私下的一面 就是他們到底私底下是什麼樣的人 大家都很好奇 你剛剛的製作人這麼多年 你有沒有碰過很難搞的藝人 對很多人問我說藝人好不好搞 藝人如果好搞就不會叫藝人了 真的 因為他們藝語常人 我跟你講這邊有好搞過 我以前當製作人 男主持人跟女主持人的分別 男主持人一到現場 腳本 因為他急著 急著想要知道錄影內容 他想要把這個內容做好 女主持一到現場 衣服呢 我的衣服呢 漂亮 女主持人愛美也是應該的吧 很重要好不好 所以我的製作生涯當中 比較不愉快的回憶 都跟女主持人有關 因為我是出了名 對服裝沒有品味的 你也知道 什麼衣服 什麼衣服我都覺得好看 好啦 那女主持人一來 看到衣服整個臉歪了 你知道嗎 製作人 你有沒有一點Sense啊 好啦 我就硬著頭皮 甜言蜜語 他講的不是我 他講的不是我 我就硬著頭皮說 這好看好看 你去換你去換 他一進去換 我馬上跟所有製作人員串通 等一下那個姐一出來 我們就熱烈鼓掌 鼓掌 因為人 人就是愚蠢 容易被這個氣氛感染 閃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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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 全部的人大概12個人 掌聲鼓勵太漂亮了 節目做5年 我就每個禮拜都在煩惱他衣服的事情 真的 所以我這樣講是不是也間接點出今天的主題了 是 但是藝人自己因為他異語常人 所以他的工作生活上他又會有一些糾結 對 然後又會堅持自己一些想法 經紀人就很辛苦 因為經紀人又要安撫藝人 然後又要對恰工作 他是夾心餅乾 有的時候那藝人發起瘋來也是很恐怖的 然後藝人就會覺得說 我都是對的 我都是 那你是經紀人 你怎麼不幫我 對 然後經紀人覺得說 我是在幫你 只是不知道 我不能講得那麼明白 怕你傷心 沒錯 是不是 到底男藝人好搞還是女藝人好搞 都不好搞 今天也就一併來討論一下 對 歡迎我們的來賓們 嗨 新娘 歡迎 翔翔 Paul 嗨 宇璇 好 藝人組 然後我們對面就是經紀人組 是 也是苦組 是 這個是苦組 我們才苦 然後我們的萌萌 小瑋 我們的燕姿 燕姿 剛好都對應關係 因為今天這幾個藝人 他們的經紀人分別都在對面 沒錯 等一下聽他們一一來控訴一下 是 來控訴 在控訴之前 我們要先問一下 經紀人們 但藝人有哪一些原則 來我們先從孫燕姿開始來 所以你的藝人是 Ju哥 Ju 來 我覺得溝通頻率很重要 因為這一行主要都是講話 其實我們不需要會很專業的 什麼電腦技能 只要會溝通就好了 但是我真的會遇到就是 我跟你講話 什麼樣都對不到 我聽不懂你在講什麼 你聽不懂我在講什麼 你是FM 她是AM 對 對 之前就是公司派給我一個 也算資深的藝人 他出道比較早 但是他比較不常跑綜藝 然後他有跟公司說 他希望就是可以開始跑綜藝 然後 所以我那時候就開始跟他溝通 綜藝的一些要點 主要就是說 我們需要搶時間 因為藝人太多 綜藝題目太少 所以就是主題一要到 你就要趕快告訴我 適不適合你 不要就拒絕 他通常都我告訴完之後 兩三天後悔我 我覺得前天你問我那個主題 我現在想到故事了 人家都在錄影了 也太慢了吧 對 來 我們來問小瑋 你的原則是 我先講 剛剛燕姿講的那個回覆慢 我覺得這絕對不會發生在 搶牆跟Paul的身上 因為我們是 跟搶那個 他們回覆訊息超快的 在第一時間就回覆了 而且在演唱會 等電話等到得幻覺 你知道嗎 他有一陣子 怎麼沒想 他有一陣子三天 三天沒有接到小瑋的電話 他以為自己的 電話壞了 他以為手機壞了 他用家裡面的電話 打自己的手機 會響 然後想說 那應該自己多心了 後來睡了兩個鐘頭醒來 電話來了 我沒接到 會接來電 他就一回播 家裡面的電話響 很積極 非常積極 那我覺得 我自己有兩個原則 一個 第一個原則是新人 我覺得他不能挑工作 是 任何機會都要把握住 我覺得搶牆 在這個部分做得非常之好 搶牆不挑嗎 完全不挑 那是以前吧 現在的搶牆 已經不是以前的搶牆了 沒有 來者不去 其實我真的是來者不去 只要是沒有卡到 重複的時間 基本上我都有 因為最近很難敲到妳 怎麼會 但我可能太忙了吧 對 因為其實我說實在 小偉每次找我 小偉每次找我 基本上都找得到 只有一次失誤 他找不到我 就是那一次剛好是 前兩年的跨年夜 那個跨年夜你知道嗎 我出去外面玩 我本來想說晚一個晚上 沒問題要回家了 結果 我不知道我在玩的當中 我那個手機被人家停化了 因為我沒有交電話 被被停化 我想說 沒人找 繼續玩 大家繼續玩 玩 我每日每夜 我也不到禮拜幾了 我想說打開手機折一看 沒有人打 沒事 玩到不到禮拜幾 對啊 結果還要走 白天還是黑夜 我清醒的時候 過四天了 真的 真誇張 真的過四天 怎麼會 天都沒有人找過你 我手機停化 那你要想 手機停化 落入意志緣空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停化 因為我以為真的沒有人找 所以那時候 小瑋哥找到我身邊的朋友 我身邊跟他說 我真的以為他發生意外 我沒有發生意外 他以為說我又被警察抓了 我就說我又發生什麼事 被關起來了 真的 事情很多 然後每天在留意新聞 看有沒有搶搶被抓去警察 找到我身邊家人朋友 然後我出來的時候 我兩腳是馬的 因為我從頭到尾都坐在一個地方 一直跟大家玩 你知道嗎 一直跟大家玩遊戲 玩四天 妳那時候真的很可怕 真的 沒日沒夜 我第二個原則是 老人 他不能有任何的包袱 我覺得現在Paul哥就有這個問題 沒有 因為他現在是 你懂我說 所以他會跳工作 妳說出了我近半年想講的話 是不是 妳自己說 她是我朋友 沒有 她現在有 她現在越是朋友有時候 很難講真話 因為我知道她的脾氣 她會翻臉 真 妳終於講出我們心中話了 Paul 妳這半年真的包袱很深 自從你發表那個咪咪與我以後 對 咪咪與我 我也有看耶 是不是 咪咪與我那個形象的包袱 那就是包袱的開始 對 咪咪與我那個形象的包袱 真的三直人心耶 對 三直人心 所以... 妳現在已經寫到 對 大家敲碗再等到 對 對 出出了,小偉哥 真的,他以前真的來著不去 什麼都可以聊耶 他現在真的有包袱 沒有 我們綜藝界千萬不能有包袱 對 對,不行 盡量嘛 我一直跟大家那個 一直推廣一個原則 我不是講說前來就幹嗎 對 我跟你講 求來就打 你顧這顧那 有一天呢 過著這個村就沒那個店 對 真的 前來就幹 不要再顧村 盡量罵 還是要溝通 就是看適合自己 人經紀人也會覺得適合你 他才會叫你做 要不然他怎麼可能叫你做 而且我們在講Paul的同時呢 別忘了 沒有 你不是老人 但自從你成為八點檔巨星以後 你也有包袱 沒有,純粹是時間拉不出來而已 沒有 有沒有,Junior是不是也有包袱 他現在有稍微一點的 演戲都瞧不起綜藝 但是必須 因為他現在是男主啊 我們的包袱是公司做 有些事情叫我不准做好不好 我跟你講,這一行就是 拍電影瞧不起演戲的 演戲的瞧不起搞綜藝 沒有 他唱歌了嗎 超級演戲 不是叫做 對 其事練 對 我們來問一下小青 她的原則 我覺得經紀人跟藝人 因為我們是夥伴 所以我覺得信任很重要 信任 就是我跟妳講的 這也是為妳好的 就是覺得說 這個角色真的適合妳 那我才會讓妳去 比如說去試,去演 然後還有就是 新人有時候就是 比較不懂 那有時候我有一次就是 有請一個新人去Casting Casting的話 我第一位先給他劇本 那劇本我就說 妳等一下就是要試 然後Casting的人 就是鏡頭都喬好了 他就站在鏡頭前面說 那等一下妳就怎麼演 那我就怎麼跟妳對 他說好 當他五、四、三、二、一的時候 他對著鏡頭說 怎麼那麼帥 我覺得 要講一下是誰 沒有 他真的完全沒有在劇本裡面 因為他就是整個一股氣的上來說 我今天真的不想來 是我的經紀人比我老 真的太老了 他怎麼老了 然後我覺得這個角色 一點都不適合我 他是新人嗎 而且我看了這個劇本 我真的覺得 Casting的人就站在我旁邊 他就這樣對著我 他是誰 他就頭就慢慢轉過來 這樣子看著我 有小本子 妳就不要再姑息了 妳就直接公布他的名字 誰 對 講出來 他現在還在線上 說 講出來 結果他會不會就演了 那個電影的男主角了 然後 沒有 Casting的人就說 那你們兩個好好聊 然後所以 Casting的人就出去了 然後我就說 如果你真的不想來 你可以告訴我 他說 姐 沒有 因為我這樣的表現 他們就看到到 真正的我 好瘋 我真正的人就 他整個人就是 他整個人就是 對 然後他說 其實我真的覺得 電影比較適合我 我就說 如果你真的這樣想 那我覺得你回家 好好的想一想 你是不是真的適合走這條路 我想知道是誰 是男子女生 會英文 對 那就是綠茶 對 他整個整下來對不對 然後 包含 你剛剛形容了他那些行徑 對 這個百分之百 因為綠茶 大頭 綠茶的人 他是這樣 社會觀感不佳 但自我感覺良好的 超好的 對 他就是這樣的人 好 這是綠茶 你覺得是綠茶對不對 不要講了 就是綠茶 綠茶 我現在是看到綠茶 綠茶的團體 一點綠茶 沒有啦 藝人跟經紀人都很辛苦 一樣辛苦 真的 今天我們要來聽一聽經紀人 我們剛剛有問 經紀人我們要問他們 帶男生藝人還是女生藝人 他們比較喜歡什麼 那先我們來問小瑋 因為小瑋帶過的 小瑋哥帶過的人真的是 太多了 比我吃過的鹽巴還多 小瑋哥是這樣 小瑋哥 我要好好的表揚他一番 對 小瑋哥帶多少人 他現在不用說帶過 他當下擁有的 大概佔了演藝圈的半壁江山 對 所以他是有這樣的一個 崇高至上的一個定位 而且今天很精采 因為小瑋哥的兩個藝人 就坐在他對面 然後他要控訴他們什麼 對 現在當事人都在現場 是 一男一女 我們主題交流男藝人好搞 女藝人好搞 我們算好搞的吧 還是都難搞沒關係 你就知無不言言無不禁 來 讓你有板子對不對 來 請施板 不是 我覺得強強是一個 我覺得他滿自我的 然後他也滿我性 我說當然講好聽點是有個性 可是他其實還滿失控的 我記得有一次 我們去參加一個公益的 狗狗的一個活動 這很好啊 對 很好啊 對他形象也有幫助對不對 結果他大小姐當天穿什麼 我們那個活動地點在 和平公園 他大小姐穿一個 完禮服 完禮服第一胸 就跟他現在一樣 而且沒有這些胸貼 他的例子也來上過節目 你們應該也看過他 對 然後他那天還穿了一個 三寸的高跟鞋 這麼高 對 然後就踩在那個公園裡面 可是這樣很美啊 可是上面有多失控 河濱公園 你應該那個活動 你應該照就是 T恤 牛仔褲 然後我要怕他曝光 然後我還要幫他拉裙擺 還要擔心他的高跟鞋 卡在那個泥土裡面 對 還要顧他的狗 不要一直扭動那個狗的腰 在他的腿上 對 我整個就是 我整個就是兵荒馬亂 對 然後結果好不容易 我們要上台領獎了 領完獎 然後李市長就跟祕書說 教秘書告訴我 你們這個經濟公司 可不可以控制一下藝人的穿著 對 因為狗是這樣子 他覺得很不合理 因為那是一個公益的成績 我跟你講 人有時候都動胃條了 何況是狗 狗你給它動胃條 因為狗不是人 人 牠有禮義廉恥會克制 你知道嗎 狗哪有在管你的 而且整個場合變成狗 大家都失控 你失控 狗也失控了 變成狗 圍著牠 你叫其他母狗做何感想 什麼 很好講而已 我跟你講我這個人工作 絕對沒有從來讓經濟人丟臉 或是讓他難做過 那一次我很記得 因為我這個人很重視 每一次的工作 或是每一次熟悉的感覺 給大家有隆重慎重感 我自己請了妝髮 還有服裝師 那你說那個沒貼胸貼 不好意思 因為裡面有一個 已經有個襯墊了 它那個是晚禮服的規格 我把它當成金馬獎餐金 另外兩位經濟人 你們看一下 你們其他藝人會這個樣子嗎 我花錢在這個身上 它這個東西是公益的 沒有任何辦法錢給我 我為這個公益 為了讓大家吸大家眼球 我為了讓大家注意 這個狗的東西 是多麼的重要 我為了用我的心力 為大家重視這個環節 我花了多少錢 我為你們做多少面子 花了多少錢 因為我簡直像個公關一樣 各位朋友們 坐啊 來來來 我的小狗在這裡 小狗我也替他打扮 我也替我的例子打扮 我的歷史多比我多 還有多少人氣 我的歷史 人氣很高耶 我的歷史很難顧耶 他每天都要吃了很多 又喘得半死 我要拉他出來 他很累得半死 我還為了他 持續在這個公益裡面 繼續發光發熱 那一天啊 他直接跟我說一個小時 就可以走了 我說師長沒關係 我們繼續留三個小時 我問你三個小時 坐在這裡 為你拉抬人氣 讓大家看到更多 你明星這麼漂亮 你明星會在這裡為你 還這樣說 也沒有錯啦 對啊 那個時候我是非常隆重 慎重的兩位經紀人 你們看到沒有 我是這樣子的藝人 問你們 你們覺得我怎麼樣呢 三 我這樣的感覺是不錯 好 我們才一定 小意思 我覺得你們看清楚 你們看清楚 我的衣服 為你們想 為你們多吸收到這程度 我跟你講 有身材才敢這樣幹 沒身材穿這個神感看 你看一下我的身材 還為你們這個節目 還為到這個程度 誰幹 沒人敢 對 來 繼續控訴 也是強強 強強 口無遮攔 為他捏拔冷暗 你們剛剛領教過 他就是口無遮攔 對 好 那我請 請聽我娓娓道來 就在上禮拜 有一個通告 發主題過來 就是問強強說 他沒有跟12個星座交往過 然後他就全部都 他只有大概有六 七個吧 我有截圖 你看 有巨蝦 天蝦 金牛 雙魚 獅子 這六個是他教過的 但其實沒有要問他那麼細緻 好細緻 你看他居然說巨蝦座 雙面多重那個 很臭 還有 還有 天蝦重口味 然後最重要 牡羊 小愛吹嘘 其實沒有要聽到這些 沒有 然後獅子喜歡看 但他居然講得這麼巨細 這種藝人的汗燦紙 小瑋哥 他給很多 你這感覺 你這感覺像是在講的 我就是觀察男人入圍到這種程度 因為他要我 跟12星座男人的觀察 我當然給你最深入的觀察 我告訴你什麼男人好 什麼男人不好 我這幾個都是親身體驗過 我告訴女人你們 可以省下很多的時間 我講來都是真實的東西 那這可以播嗎 沒有 講到可不可以播這件事情 然後之後我們去錄一個網路節目 他就一直罵髒話 然後講一些有的沒的 聽我講完 然後播出的時候 然後我就一直消音 然後導致這個故事講得亂七八糟 那一整集節目就跟那個 好像電音一樣 那個心電圖有沒有 停止心跳 沒有啊 根本聽不出來他講什麼故事 我要跟大家講 你們有誠意看我在節目上 講過一張話嗎 從來沒有過嗎 我這個人是可以說放自如的 你要我這樣子裝玉女 或是裝那個不會講話的安全 我也會啊 這種我也會 不要講話就不要講話 但是你說我講話的話 是有點不像 安全 我說的事情是 如果今天你要我 不要講髒話 或是說這個東西是網路 因為網路型態本來就是 可能比較自然一點 那你說如果這東西是 非常不能講 不能講髒話 一點失誤都不可以有的話 提早跟我講 我一定會好好的去把關 像上次小偉哥 幫我接到了一個就是 校園的講座 但是是線上的 講座 兩個小時候 兩個小時候 我幫多少學生 重新置換心靈啊 重新幫他們洗滌心靈啊 那就是因為靠我的能力 沒有喔 我接到電話的時候 那個學校 校方就跟我講說 對 所以我就每天打給他 提醒他 然後他在演講的時候 因為那是線上演講 我就在旁邊盯著他 線上 不要講髒話 因為疫情的關係 恰恰 你這個我跟妳是同路人 我每次接一個活動對不對 他們都會先跟我 先聲音說 對 玉琳哥跟你講一下 我們這個場合比較正經喔 真的 真的 很多東西跟我講一下就好 因為我這個人 我覺得只要講到 我喜歡議題 或是讓我覺得憤恨不停的 例如是我小時候的教育 我覺得這個 父權社會太過於壓抑了 所以講到這個東西的時候呢 我上次那個校園講座 就不小心講了一句 我就去二樓 坐下來去化妝 很累我就眼睛閉著 等到我眼睛睜開 我靠 我整張臉 活像歌仔戲 你知道嗎 你活動為什麼會這樣 你就是幹嘛 憤哥 你不是來演歌仔戲嗎 我不是 聽起來衝衝衝衝 不是 這是歌仔戲 沒有 你是講OK的啦 女生不要太瘦 這個OK的啦 對 好啦 最後問你啦 那男藝人好戴 還是女藝人好戴 我覺得女藝人 因為其實 有人說女藝人的心機重 但是我覺得男藝人 真的不光多了 真的 所以一定要訂閱 11點熱槽練的YouTube頻道 然後開啟小鈴鐺 喜歡的話呢 一定要幫我們按讚喔 我覺得只要講到我喜歡議題 或是讓我覺得憤恨不停的 例如是我小時候的教育 我覺得這個 那個東西的時候呢 我上次那個校園講座 就不小心講了一句 就是這樣 但是 但是我 其實我的狀態是這樣 我說 我的父親也很小時候 天天到我希望 我去當法官跟律師 幫我添加式的教育 一點都不適合我 長大呢 是我去被我抓住 這個法官跟律師 那是一個 語助詞 對 但是我發現我講到 說他旁邊的一定 他旁邊有就是看我一眼 我法官跟他現場道歉 各位朋友們 小朋友不好意思 對不起 我說的 我很慎重跟你們大家道歉 那我之後再來沒有講 兩小時我給他撐完 然後結果那個什麼 那個校園的長官 還來跟小偉哥說 我表現得非常不錯 下次有機會 可以到我到現場蒞臨 跟大家講去更多的故事 跟大家講出更多的精神 我覺得像我這種藝人 是什麼都用論點 都敢跟大家講 他真性情 對 而且我其實 你說的口無則來 因為我常常講問的一些重點 是我認為黃篤篤 是我一定要講的 我覺得這個東西 是世界上一定存在的 你不能把它當作 沒看到 結果你看他講的話他不存在 所以我是提倡這種東西 要大家了解這部分的知識 跟如何的法規管理 所以我是提倡這東西 所以你說要不能講 我想講的東西不可能 我覺得你只要跟我說什麼東西 要注意我記得唱 我都會去做的 但是你不能 摸滅我的精神 了解掌聲鼓勵 對… 你一定跟你在早點講這一句話 但是還是要建議你 講什麼樣 趕快撐一些小時撐太久 想瞧真的是 真的是很珍貴的一個藝人 因為他真的真性情 太真的 太真性情 他有很多火花可以釋放 這樣 覺得很好 因為觀眾喜歡他 也喜歡他的真性情 因為女藝人 假掰的太多了 這個演藝圈充斥太多 偽君子 假勝人 對不對 我們就做我們自己 對啊 做自己 幹嘛那麼辛苦 對不對 好 我們講完女藝人 我們現在來請小瑋哥講 男藝人 多男藝人 那當然就是我對面那個Po 來 板子拿出來 就是藕包很深的Po 沒有 很深包的 來 第一條是 無法接受被退 自訴他壓力三大 告訴他 告訴他 是嗎 自訴 你是檢察官當小的工作 告訴我 因為以前Po哥沒有錢 因為他比較不能接受被退通告 所以他非常珍惜每個工作 然後也都不挑通告 珍惜 對 然後他一被退通告 他情緒就會上來 他就會罵髒話 對 他就會生氣 會罵我們 那你如果要退通告 你都會怎麼跟他講 我就會說 Apple哥 這個通告 好像不適合你 對 然後電視台的主題 電視台長官換主題了 長屁 對 你沒有做這個主題 跟我輪了三次 抓到我是不是 起步沒頭髮的 無法無天 沒有 我們那時候真的 我們那時候真的情緒被勒索 因為你會害怕跟他講 對 對 然後導到最後連通告都會很害怕發他 那Paul如果那個被退翻臉的時候 是屬於很劇烈的那一種嗎 當然就是 真的會摔東西 掛電話 掛你電話 他掛我電話 你是小偉 你這樣被掛電話 小偉哥你這樣子身心哪裡 很快 為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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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這樣子跟小偉哥 他會贏命 不是 沒有 玉琳哥麥底 其實我們其實也要 我們其實是中間人 對啊 我們當然藝人有情緒 我們也要吸收 其實 Po哥這樣子反應其實我也能接受 對 我覺得我們就是他的 有點算出氣筒 我覺得也OK 對啊 可憐喔 也不會啦我覺得 大家互相 後來我們都是過來人啊 你懂那個感覺嗎 摩傑說就是不喜歡這種感覺嘛 對啊 全力以赴了然後又被你嫌 對不對 就是會有一些情緒 下一條下一條 工作內容搞混 搞得我們很不專業 蛤 Po現在是那個 兩個孩子的爸爸嘛 對 所以白天他要顧小孩 對 那他又要工作 那晚上呢 你知道咪咪是嫩七 對 你知道三十歲嗎 對 然後有一次呢 我們那一天是接了兩個工作 兩個通告 那A就單純的是講故事 簡單 對 B就是字入 我記得字入那個是B群 對 然後他大少爺呢 把兩個故事記錯 把兩個通告搞混了 搞混了 在A的那個通告裡面 把字入的產品當眾 就像現在一樣 把它拿出來吃掉 然後全場人都傻眼 看他 哇很厲害 全場都傻眼 這個真的搞混 然後製作人就直接停機說 欸 Paul怎麼了 J-POP怎麼會是拿東西出來吃 因為沒有J-POP 所以 他講一個不相干的事情 對 在聊夫妻感情 所以我很愛咪咪啊 像我平常都有吃這個B群 對 他就把B的 B的那個套到A上面 我在寫咪咪與我的時候 那他說你正錯二 欸 他怎麼拿B群這塊字 沒有啦 全場傻眼貓咪 大家都 就是怎麼了 太暈了 沒有 是不是 假的要解釋一下 怎麼會跟你自己暈成這樣子 那個兩 那一次的兩工作 其實內容是幾乎一樣的 幾乎很像 就是講夫妻間的 然後一個要自一個不自 對 然後所以有時候就有點高 而且重點是前一天 我才錄憲哥的節目 錄到半夜凌晨三四點 然後隔天又是十點的通告 然後那十點的通告 還要讓你躺在床上這樣講 所以基本上來講 整個人都是真的蠟燭兩頭燒 真的有時候會晃神到 所以那時候講到一般 講到那個故事又一模一樣的時候 就不經驗就把B群拿出來 全場傻眼好不好 想要吃你知道嗎 還好葉配是B群 還不會很不合理 如果是面膜就怪了 睡到一半不嗎 就怪了啦 面膜也不會找我啦 所以這真的是唯一 十年來第一次吃 真的啦 唯一十年來第一次吃 那個真的也讓我傻眼 所以工作很敬業的 很特別的 可是這樣聽起來 你情緒那麼大 你是一個男藝人 我以為男藝人比較好帶 可是你好像也好像沒有那麼好帶 沒有 她沒有 我覺得如果男藝人跟女藝人 我會覺得女藝人比較好帶 真的喔 我舉例說是讓我前面這兩位好了 強強就是有什麼 她其實 半夜或是早上她會跟我講 馬上 馬上講 哭什麼都可以 你會很直接的知道 她到底哪裡不舒服 對 可是Paul哥不是 因為你知道男人嘛 比較不會 可能愛面子 所以她其實不太說的 比較ㄍㄧㄥ 對 她比較ㄍㄧㄧㄥ 像我覺得強強就是一個鋼鐵心 對 你只要跟她講明白 講清楚 她就使命必達 可是Paul哥不是 她現在又有包袱 很容易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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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鐵心都睡滿地耶 你懂我說的意思 現在不會 來 接下來換那個 燕姿 八點檔的部分 八點檔的藝人 演員也是不好搞的 八點檔藝人到底好不好帶 來 演員的糾結更多 燕姿 演員真的是 對Junior的控訴 好不容易求來的機會 居然大遲到 就說她有包袱嗎 怎麼會有遲到 我帶她五年 五年來 這一次真的是最嚴重 也只有這一次 但真的是我完全沒辦法處理 這個來龍去脈是 反正我一個很好的通告窗口 到了新的公司 然後要弄一個網路節目 非常簡單 就30分鐘 然後就教大家玩遊戲 然後那時候切比較簡單 他們先做了一個是桌遊版本 後面要去做手遊跟電玩之類的 然後那個製作公司 從來沒有發過藝人 然後是我朋友過去之後 他覺得就是有藝人上來的話 會更熱鬧 而且跟你有交情對不對 對 然後所以那個時候 我一次發了我兩個藝人 一個是他 另外一個是金寶山 因為都有玩桌遊 就是每個人去介紹一款遊戲而已 所以其實內容真的非常簡單 30分鐘就可以錄完 怎麼會這樣子 這是忌諱 大忌諱也是 對 而且其實錄這個 就是錢多少 跟曝光度不是我的重點 重點是後面 就是他們要開其他的節目 然後再找主持人 有時候這個機會沒把握住 後面人家就不找你了 對啊 是真的 然後那一天 從五分鐘以內 我都還可以接受 因為大家開車 一定會遇到停車的問題 走過來的問題 五分鐘我都還可以接受 還在那邊吸氣哈哈 然後金寶山也弄完了 到十五分鐘了 我開始緊急Call 找不到人 電話是直接 關機喔 然後 我想說靠死定了 找不到人 我打媽媽的電話 我打家裡的電話 找不到人 你們媽媽也出去了 所以我從頭到尾都找不到人 你幾歲都找不到人 我已經開始想說靠他是不是 出什麼事 他不會不來 還是怕出事 依照我認識的他 他一定不會 不是不來就是走了 出事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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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還是出事 只會有這兩種原因 沒有啦 我擔心的是有什麼意外 因為已經到35分40分了 然後就是已經 節目該玩的遊戲該玩 已經玩三輪了 那個桌遊就是個五分鐘結束的遊戲 我已經不知道怎麼撐了 我已經從而開始就會開始叫飲料道歉 然後一路到大概50分 這老大終於衝進來了 我真的是 劈頭先罵 因為我一定要先罵人 不然製作人先罵 這真的是太丟臉了 怎麼了 我告訴你 這件事情真的是 第一 我覺得遲到是不對的 也不該有理由 但那一天 這一個小時 你知道我 其實我就拍攝段時間 我很久沒有上通告 然後他就跟我講了這個 這個電視是什麼 錄在哪裡 OK 他只說是哪一個電視台的節目 但是他沒有說 在哪一棟大樓的同路 那我本能反應 他就講了這個電視台大樓 大家知道就是 有很多時候就是 可能這個電視台的節目 在借哪一個棚 另外一個棚 不一定一個地方 我就集錯了那個棚 我就開車 往那個棚的方向過去了 我那天還提早了15分鐘出門 然後從我家到那邊 大概10分鐘就好 但是我提早了15到20分鐘 我出門之後 我到那邊停好車 我還這樣在車上等一下 想說 今天提早出門 還早有個10分鐘 我休息一下 聽人願花花手機 好 然後我走進大樓 走到那邊 警衛問我說 那你今天還錄什麼 我講出來 他說不在這邊 今天沒有 天啊 沒有這個節目 今天沒錄這個節目 我就站在那邊 心涼了 怎麼會 我就想說我趕快打電話 問他說到底在哪裡 我打開了我的手機 就發現 我手機我剛剛按了 自動更新 你知道手機一更新下去 它就是半個小時 如果你沒有Wi-Fi的話 對 就是半個小時40分鐘 半小時還算少了 對 然後我那個時候想說 怪不得你都接不到電話 對 然後你接不到電話 可以接受 因為你在更新 對不對 那為什麼連你媽也接不到電話 媽媽不在 媽媽不在家出去了 對 而且我發現現在的人 我們都背不起來電話 假如我沒有電話 你叫我打給雨薇 我都不知道她電話是什麼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事情之後 我特別把她電話號碼 就是背下來 背下來 我們現在已經沒有習慣了 然後最可怕的就是 那個時候想說怎麼辦 我找不到任何人 手機有沒有 重點是 我不記得任何人的電話 你也不記得啊 可是通常可以上網查公司 我手機都不能用啊 所以我就從那個棚 開車 一路開開開到我們公司 然後一個在南港 一個在巴爾德路 那時候我在塞車的尖峰時間 我開到 我都很記得 我就把車停好之後 我衝上樓 把公司門打開的時候 全公司看著我說 因為全公司都在找我 然後我就開車門 我說到底在哪裡錄影 然後就立刻在 他們跟我講我在衝前面 就一個小時過去 這一個小時 我是台北這樣 那很緊張 所以那一次真的是 因為這樣 但是我也覺得 我這聽下來是情有可原 有時候走錯棚也會 對啊 那個時候要去錄 天台衝衝衝 然後我就去一去 因為他們有時候那一陣子 常常會換樓上換樓下 然後我就一直以為在二樓 對不對 我就去二樓 坐下來去化妝 很累我就眼睛閉著 等到我眼睛再睜開 我整張臉 活像歌仔戲 你知道嗎 對 怎麼會這樣 你就是幹嘛 玉琳哥 你不是來演歌仔戲嗎 不是 天台衝動 不是 這是歌仔戲 好錯棚 他們掉到B4去也沒跟我講 那你還在卸妝再衝上去 衝下去 再衝下去 對啊 這有的時候就是會有這種 千百種的狀況 偶爾 這個算是情有可原 來 接下來TURBO的來了 時不時要我喬架 因為八點檔的戲劇生態 跟一般的戲劇真的太不一樣了 對 因為一般的戲劇我們都可以先至少知道七天的頒表 就是藝人都可以自己安排事情 所以請假都比較容易嘛 但八點檔是我們此時此刻 就連明天要拍的 不是 我們待會要拍的本都還沒出來 但是有的時候一定會遇到就是 紀念日啊 或什麼家庭的突然有什麼事情 一定要家裡全家人一起的 對 那通常這種 你突然打電話給我 他也沒有很突然 一個禮拜前 其實在一般的戲劇來說 比較好喬 八點檔就是一定不會啊 八點檔 他們不知道明天要拍什麼 對 他就說 你有看分場嗎 你覺得庫存夠嗎 有 你看講這種話很尷尬 那妳要怎麼回答 我真的就只能一直說 我覺得夠啊 一直打聽 一直走線 一直打聽故事可能會怎麼發展 到底會不會有他 然後怎樣一直旁敲側擊 統籌不行就去問現場道具或什麼 你們有沒有人聽到什麼風聲 有沒有任何機會可以讓我猜測 我明天有沒有可能至少有兩個小時的空檔 我還沒有要一天囉 就是 對 他每次都會說要兩天一夜這種 他都要兩天一夜這種 可以處理事情 好好處理完 但我已經都是退而求急事 我可不可以有兩個小時 那太為難嗎 一個小時 給我一個小時 我比較好奇 給我一個小時 我比較好奇 這個比較私人就是說 那他是為了什麼事情要兩天一夜 這種事發生在搶搶身上 搶搶如果男朋友堅持 你是拿就去搶搶 是不是 三次星就錯了 他沒有資格管我 這樣的話 已經打到他的頭 我不是這樣 周摩不定我在想什麼 我今天工作來了 你就是給我讓 就對了 記住強強的重點 不聽我的話 我打到你的頭 我比較好奇 這個比較私人就是說 那他是為了什麼事情 要兩天一夜 他之前是媽媽生病 那沒辦法 或什麼的 我以為說是去玩 那當然你就不行了 人家都是家人的事情 他真的都會是因為家人的大事 然後出來喬 他不太會為了自己的東西 喬 後來是為了 這個我要講一下 真的有像上次 像我媽媽那個開刀那種 這個架我是非請 當然 這個是我會直接出一個 就是你們不勾氣 沒關係 反正我當天不會到 就隨便你們開刀 因為對我來說 這麼認真 先落很快 這麼認真 以你現在這個等級 可以這樣講 不是不是等級 沒有 你就是大咖 不是 是因為 我們這麼認真賺錢 對 其實就是為了你的家人 真的 然後又不是說 只是說跟家人出去玩 那不算數 那不行 可是你說家人開刀這種 我是家裡面最大的 唯一的兒子 那當然這種大事 對不起 我都是為了他們 必須 這個是我必須到 要喬架有這麼難嗎 你就當天說 即興常會演這類的 不就過了嗎 不行 不行 要看就醫紀錄 有嗎 有嗎 請假很辛苦的 上檔不行 因為你牽連到整個劇組 故事走向 還有才 今天來錄影都是賭來的 對 我們今天是賭來的 那我們要感謝他 賭一個早上沒有表 那你今天是用什麼借口來的 我們其實今天就是 完全就是賭一個 早上應該不會要拍 那萬一他早上六點跟你說 不好意思 今天早上有你的戲 就完了嗎 那怎麼辦 那就我來 打電話給你的 我這個時候就把手機暗自動更新 就找不到我 我跟你講 我們製作單位也沒再笨 我們製作單位知道 八點檔 昂檔系的演員會有這個狀況 所以都會有候補人選 假設 早上你有變故不能來了 我就知道我 那我故事就要換了 好 你的故事就變他遲到自己 我就知道我遲到 你的故事就變成綠茶在講了 OK 那他這樣子講下來 燕子你還是比較喜歡帶女藝人還是男藝人 我還是喜歡帶男藝人 為什麼 我覺得男生簡單 光他們隨身物就很簡單 沒懂 對啦 男生隨身物超少 男生永遠只有錢包跟手機 然後丟了 然後他就可以去錄影了 女生通常都一定有三代 兩到三代 又有鞋子又有包包 又有化妝包 又有衣服 對 最經典就是我聽他講過 曾經有雲連跟他比這個動作 這個沒意思 沒有 他是這樣子的動作 他就是比這個動作 就一直比這個動作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變拍照嗎 他可以吃任何東西 就是當下他需要的東西 他在每個狀態 他需要東西的時候 還是 他就是 那這樣子你還要從包包裡面 他這樣 不是 他就是沒有別的手勢了 他沒有 他要衛生紙也比這樣 他要美筆也比這樣 他要吃便當也比這樣 他什麼都比這樣 方的都可以比成這個 他都是任何物 來 小金 妳要控訴的是一圈 為了另一半 只要談了戀愛 戀愛就是第一 工作就是第二 就是我們都有共同的行事力 有時候我們要敲工作的時候 比如說可能幾月幾號 可能有工作來敲 然後你就要看一下 我們共同的行事力上面 你就會看一下 他整個行事力上面 跟隔離21天一樣 保留 保留 我不知道他在保留什麼 而且保留到21天 保留談戀愛 就是一個月大概有21天都在保留 然後 但有個工作是一個時尚的活動 那因為他可能需要英文 那這個就很適合逸萱 那因為這個活動公司 我們配合很久 只要有這種大型的 會要講英文的 一定都先回來問逸萱 那有一個活動在信義區 然後很大型 然後就是一個時尚秀 然後他需要有一個 會講英文的女主持人 那只要我們時間OK 其實就是我們了 對 然後我就趕快看那天的日期 那個大概是兩個月前來敲 我就看他保留兩個字 我整個人 整個就唱 兩個月前 又是保留兩個字 他就跟他溝通一下 對 所以我就說 我想問一下 比如說 比如說10月21號 你那天上面寫保留 可不可以敲 他說 可是我男朋友說 好像要帶我去宜蘭 我說 那你可以 宜蘭耶 做完活動再趕去就好了 對 然後我就說 那因為宜蘭很近 我們在信義區 直接上北二高其實很快 我說那你就給我三個小時就好 他說 那我去問一下 他男朋友說 死都不肯放 就跟紅檔西一樣 他怎樣都不放給你 我就說 妳男朋友是不是統籌 妳男朋友是誰 男朋友是誰 男朋友是統籌 我就說你們又沒有要去幹嘛 就是繼續宜蘭度假 不是宜蘭 宜蘭隨時可以改 而且是白天 又不是晚上 晚上可能要做些什麼 我不知道 那白天沒關係 妳就給我三個小時就好 後來我就委屈說 那兩個小時 我讓妳活動結束 就馬上讓妳上車 然後就馬上衝宜蘭 我男朋友說不行 這兩個小時 我們有安排行程 要去哪裡 我說 可是如果這個 妳確定不要我就推掉了 他說 算了啦 因為他真的對我很好 他帶我出去玩 好個屁的 現在也不是分手了 是不是 我中箭 我中箭了 他的利潤男友 反正也都沒什麼好結局 對啊 好狠 多分了 所以我們知道他什麼叫利潤 對 他戀愛 戀愛就忘了工作 對 我覺得這是最傻的 對啊 沒有 其實我很為難 我真的要講 其實當下我是非常希望能夠接到那個工作 因為真的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很好的場上 很好的活動 很好的價錢 然後就是對我們後面的路 我覺得是會很好 但是問題是 因為有人在前就跟我預約 我覺得我這個人呢 我覺得就是 即使是最親近的人 我都覺得要尊重 我會覺得說 要有一個先來後到的順序 那畢竟他已經先留了這個時間 然後他又說他有各種的安排 都安排好了 然後我想說問了他 就我只能用問問看 OK 有沒有機會這樣子 那如果他今天已經說不行 我都喬好 那個很難訂的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不好意思再繼續凹下去啊 這是一個心態你知道嗎 可是他男朋友都說不出了 所以然 到底要去哪裡 對啊 宜蘭 他只是說 我們只要安排去哪裡 他都提早 那你可以換行程嘛 就是說 那我跟我晚一點再去 對 是不是 那是因為你臉皮薄 這種事發生在搶搶身上 搶搶如果男朋友堅持 不行 就再去宜蘭 怎麼樣 三次星就對了 他沒有資格管我 這樣我一打爆他的頭 一打爆他的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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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說我都已經把鹽粉 帶力的把所有朋友都還給我的話 我就不去 就是這麼簡單 然後我要問一下咪咪與我 咪與我 如果你今天咪咪就是也有同樣的狀況 讓他死都不肯讓你放 你答不答應 如果 Paul 如果是你們結婚週年紀念 然後咪咪已經兩個月前 就訂給我米西里餐廳 然後五星級飯店 對 一切行程都排好了 然後後來有工作 有一個工作 很好的工作 好 我們不要講太誇張 那個酬勞不用說幾百萬 我們酬勞就是25萬 25萬 只要兩個小時 他什麼都安排好 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碰到他要說很好 但是你要想看 譬如說訂的就是肉這種 要提前很多訂來訂得到的餐廳 然後完了以後直接上樓上 然後所有橋段都安排好 25萬可以吃更多 有錢都不一定訂得到的餐廳 請選擇 我 然後他所有橋段都安排好 25萬可以吃更多 那這個時候你會 有錢都不一定訂得到的餐廳 請選擇 我 好好說 好 老婆會帶著 咪咪與我趴十 當年我推了咪咪 當年為了你那個 我推掉了25萬工作這樣 是不是 你還是會為咪咪 你還是會選咪咪 因為說實話 這個結婚紀念日 越來越少 過一次少一次 過一次少一次 真的 過一次少 這樣我不用溝通 因為幫我排工作的就是我老婆 對 對 所以就比較沒這個困擾 對 但後來男朋友這種就是 不會了 但也不會了 好 來怡萱我跟妳講啦 我認識無數的女生 都是分手以後就說 不會 我再也不傻了 男人呢 就是賤什麼 講一堆 下一段愛情再來的時候 她又陷入了 不會 現在我覺得這是家人跟工作最重要 其他都沒的 沒有沒有的 蔣強妳覺得她會不會再多些 真的 我覺得會 因為像我跟妳講 怎麼讓男人愛妳愛到深 不會這樣子 就是妳要有個性 我說什麼是什麼 我今天就是隱情不定 我跟你學 我一定會跟你很好學 週末不定我在想什麼 我今天工作來了 妳就是給我 就對了 記住打到她的頭 記住強強的重點 不聽我的話我打到妳的頭 反正 她真的好慘 家人 因為我身邊的男朋友 全部都知道我以工作為重 只要有工作進來 妳們都給我讓 就是這麼簡單 妳很好 妳很驚訝 現在當然是這樣子 她很棒 她們是稱職的藝人 妳還有一個 第二個 愛吃不挑嘴 身材變樣影響工作 這個不行 我覺得女藝人要維持 我覺得女藝人要靠自己 真的 她是有多愛吃 因為一萱是 很愛吃 異胖體質 然後因為有時候一些活動 它需要妳可能是比較健康 會比較貼身的那種玩禮服 那比如說我已經確定妳說 我已經接了什麼什麼工作 然後如果我覺得 她有一點點的燒胖 我就說那妳最近 可能要克制一點 不要吃太多 她說OK 但是妳就看到她的線動 永遠都在吃東西 燒肉甜食 不行 然後要不然就是 就是跟朋友喝酒湯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說 那我還是會提醒她 她說可以 我一定可以 等到要Fitting那一天 那個洋裝 爆開來 根本就拉不起來 但是因為有 她就說 沒關係 現在那個衣服 妳再放一點就好 可是我不能把貼身洋裝 放成娃娃裝 妳知道嗎 因為放成娃娃裝 那就不是一個正常的人物 再弄就被孕婦妝了 妳回家又是比妳的問題 因為她身旁都是我們這種朋友 然後我們就很愛約 就是去喝一下吃一下 然後她是屬於女生裡面 出來不會扭捏 就是她比較好氣 她什麼都要吃 可是為了工作真的是要 算好 要截止 因為我早在一個月前 開始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有人 因為我一直想說 還有時間 她就覺得說明天再減肥 她就覺得說明天再減肥 對 我還有時間 可是我覺得 易萱她算保養得非常好 以她這個年紀 我覺得她是有讓 三個年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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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歲算年輕吧 正不是 她比我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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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其他的 我看到她同年紀的人 其實沒有像她一樣 她的年齡是我猜不出來的 易萱妳幾歲現在 可以講嗎 可以啊 我四二啊 三個年紀 她比我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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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她已經不錯了 不要像那麼多了 我真的覺得她很好 大概五十八到二十八 對 沒有跟她那麼多 玉琳哥 等一下 玉琳哥 你不要這樣子 雷哈那 她們也是大隻的 這種可以的 這種也是有 我們多美拍 才行 這時候美拍 對 而且我們這種身材 對 追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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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漏都很漂亮 這種OK的 女生不要太瘦 這個OK的 對 最後問妳 男藝人好戴還是女藝人好戴 我覺得女藝人 因為其實有人說 女藝人的心機重 但是我覺得 真的 因為他們有 就是他們有事業心 妳講什麼 就是耳朵硬 然後就是妳跟他講什麼 他就說 沒有 我不這樣覺得 對 然後有時候如果說 那個男的最近好像拍了什麼電影 他在旁邊他不會說 什麼什麼什麼 他會說 還好吧 而且我曾經碰過一個男生 那是一個活動出席的現場 那所有男生都在後面的休息室等 然後就會有人唱名說 第一位誰誰誰誰 比如說玉琳哥換你了 然後比如說 Ju哥換你了 我那個男藝人 他一定要最後 然後那個人已經Cue他說 比如說 什麼什麼歌換你了 他說 他先說 當然 他就是要最後一個 壓軸 壓軸 這些故事 觀眾不要以為我們在誇大 是真的 還有那種活動 那時候不是有那種里車嗎 大家都坐里 其實我們在同一個地方 大家都被叫說 該你了嗎 該你的泡 每個人上里車要繞活動 真的有人就繞繞繞 繞不見了 因為他就是要坐壓軸 對 他就是要坐壓軸 金鐘獎星光大道就發生過 他就一直遲遲不進來 因為他要壓軸 他如果先來 都被他推進車了 對 好了 終於他甘願了 終於要走了 結果人家所有攝影機 都移到館內去了 真的 手壓軸 有何必 可是真的我必須要幫藝人說話 藝人我們心中 真的很感謝我們的經紀人 謝謝 謝謝 真的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我們沒有你 我們怎麼活得下去 是 我愛你 小瑋與我 沒有經紀人就沒有我們 沒錯 他比是勞心勞力 還要承擔很大的壓力 對 所以像我們經紀人們 至上最高的經驗 是 辛苦了 謝謝 謝謝 好 大家前來就幹 謝謝 錢